真是三刀 養隻三刀和野三刀, 我就不會分了 買一條淺色一點, 試一下吧 有些人不打魚輪蒸, 就保留魚油 今次我就打輪試一下蒸 好, 洗乾淨 除了肚子裡的黑食膜和血 三刀有特別的, 波波紋味 清乾淨的膜和血就不會太腥 蒸前最重要是吸乾裡面的水分和表面的水分 你看下, 中間的骨頭的血都吸乾淨了 好, 預備一些薑絲, 蔥絲 一會用來蒸然後爆下去 蒸的時候, 我就用蔥浪底浪起一條魚 這條是冰鮮魚, 所以放些蔥和薑 放在肚子裡, 鴨皮的水味都比較好 冰鮮魚就放少許熱在上面一起蒸 就會好很多 預備好了, 等水滾, 就可以放魚下去了 蒸魚時間, 不同的爐頭就不同的時間了 這條魚十碎兩重, 比較厚 我蒸六分半鐘, 再焗一分鐘 兩分鐘後, 開一開蓋 放一些冰鮮魚味 同時降一降溫 不用魚皮爆了 蓋蓋繼續蒸 夠時間, 關火 再多焗一分鐘 夠時間, 開一看 如果不知道熟不熟 可以用木筷子 刺進去, 就知道可不可以 很容易插進去, 就知道可不可以 蒸好後, 有很多魚汁 我們把大部份的魚汁倒開去 燒熟過鍋, 預備淋熟油 鮮爆香些薑汁 再加蔥 再加蔥 然後加一點芫茜做裝飾 最後, 加一點醬油 在旁邊下 大功告成 三刀魚出名, 魚油多, 魚味濃 好, 試一下它先 都剛剛好, 離開骨 魚味濃, 但魚油就一般 冰鮮衫都便宜 油水衫都幾倍, 都值得試一下 好嗎? OK